AudioJungle AudioJungle 原标题 柯文哲称两岸一家亲遭讽反省 狗咬我咬回去 台北市长柯文哲 图片来源 台美海外网 1月24日电针对台北市长柯文哲两岸一家亲的言论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近日受访时 要求柯文哲 必须再次确认所谓台湾价值 这样民进党才能继续支持他 参加2018年台北市长选举 此后 民进党立委段一康等陆营官员 通过脸书灯批判柯文哲两岸一家亲的主张 对此 柯文哲今24日受访时讽刺 如果像子口 有狗冲出来咬你一口 你怎么办 难道也冲上去咬那只狗吗 据台湾情侣媒体报道 对于柯文哲此番回应 有记者随即反问 这是暗讽段一康是狗吗 对此 柯文哲谨笑说 你哪个电视台的 对于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 柯文哲称 台北民众生活快乐 口袋有钱 就是自己作为台北市长要做的事 由于柯文哲此前受访时 曾反问蔡英文的台湾价值是什么 有记者今24日追问 为什么要反问蔡英文 柯文哲回应称 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台北市长高度不同 处理的问题也不一样 蔡英文要处理两岸关系的 而台北市长就不用 高度不同 处理问题不同 所以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蔡英文要求柯文哲确认台湾价值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据早前报道 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总赵李天生 23日受访时 对此做出了详细解释 李天生声称 柯文哲就任台北市长三年来 从其来中国大陆参加双城论坛 以及跟国民党的互动中可以看出 柯文哲真的没有中心思想 也失去了台湾价值 所以 蔡英文说 民进党是否要跟柯文哲再度合作 就要看柯文哲是否还有台湾价值 李天生强调 假如柯文哲无法证明他还有台湾价值 到时候民进党将不再像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一样支持柯文哲 而是提出民进党自己的人选 此外 蔡英文四番言论 近日也在台湾引发了台湾价值 究竟是什么的论战 对此 国民党文哲会副主委唐德明 23日指出 蔡英文所谓的台湾价值 已经呼之欲出 那就是台独理念 唐德明认为 民进党支持者对柯文哲最不满意的事情 就是柯文哲持续保持与中国大陆的交流往来 以及说出两岸一家亲 这句话 按照蔡英文的逻辑 只要柯文哲的言行能够180度反转 那就是再次确认了所谓台湾价值 也就是台独理念 与唐德明相比 段一康受访时讲得更直接 他妄言 我们的台湾价值很单纯 两岸不是一家 香港中评社 24日则刊发文章指出 蔡英文此番言论显示 其不认同柯文哲所谈的两岸一家亲 报道还称 蔡英文近期接连遭独派 逼宫 一是孤宽敏要蔡英文别在连任 让赖清德代表民进党 参加2020年台湾大选 二是陈水扁不满 未获特赦 扬言要筹组所谓的一天一国党 在赖清德的台独光谱 原本笔自身强的情况下 蔡英文为了防止独派 2020年弃蔡宝赖 通过此次专访 在两岸关系方面明确表态 以此追导赖清德的前方 报道还称 蔡英文要求柯文哲 必须表态台湾价值 否则不再支持她 这意味着蔡英文宁可冒着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台北市重回国民党怀抱的风险 也要与独派捆绑在一起 进而稳住 2020年的连任门票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曾指出 民进党坚持一天一国的台独分裂立场 是这个党与我们交往的根本障碍 只有改变台独立场 民进党才有可能与大陆改善关系 对于柯文哲两岸一家亲的主张 时任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曾表示 2008年以来 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我们希望台湾各界与我们共同努力 维护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 综编海外网章